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豹 下面請看老豹領引游新西蘭 Let's go 這就是國家地理雜誌所評選的 世界三十大美景之一 新西蘭的鳥島和黑沙灘 這就是唐鵝鳥 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三月 唐鵝鳥從數以千幾公里的澳大利亞 飛到這裡來 進行戀愛譜曉唐鵝 唐鵝是新天翁的一種 每年這個時候 他們將會戀愛看 這兩個正是戀愛的過程 這應用我們老人一句話 喜則交近相惜啊 當他們扶出小唐鵝以後 父母輪回的補食 進行餵小唐鵝 有趣的畫面出現了 大家知道小唐鵝怎麼吃食嗎 這個時候父母所帶出的食物 怎麼帶給小唐鵝呢 請看下面這個畫面 這不是父母要吃掉他的孩子 而是孩子用嘴 要到父母的胃和食道當中 提取他們的食物 多麼可愛溫馨的一面 所以說父母來說 盡量把脖子伸長 把食物擠壓上 在這裡可以聞到淡淡的一股腥臭味 其實這股鳥糞的味道 就是硝酸鹽 在這股腥臭味道 但我們要看到一個壯具 就是蘇士的古事當中 唸龍蕎赤壁腹當中 有三句話 金湯亥辣 亂食穿空 撿起千堆雪 就是我們下個要看的 let's go 这就是著名的黑沙滩 著名电影《钢琴别恋》再次取景 并一举展会993年奥斯卡金奖 黑沙滩也是冲浪者的天堂 每年有世界很多的冲浪爱好者聚集一次 慢慢在黑沙滩上 大家可以看到沙滩当中亮晶晶的 像人的眼睛一样一闪一闪 这就是富含铁矿石和云母 每当夕阳西下 人们会聚集一次 观看着太阳循循落下的场景 欣赏了大自然的美景 太阳落下的速度 人们才感觉到 这才是地球真正的自转速度 人们才深深地体验到 我们原来生活在如此美丽的星球之上 感谢观看